西校决定加入天竹 对东万实施复仇 这天武道的小伙伴正狐假虎威地对着路人发飙 还自爆家门称自己是东万一番队 特攻队长 而这句话正好被身后的天竹成员听到 画面一转来到武道家 这时的武道和千东还想不出成为东万首领的计策来 忽然武道从漫画中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 那就是他能看到不良界的顶点 说完就拉着千东来到车站 全都在神奈川啊 想要夺得不良界顶点的宝座 只要干掉横冰的那些不良就行了 这时的千东一脸的无语说道 你先走好 反正你肯定是什么都没做 到中华街吃完肉包就回来 我已经看到结果了 所以pass 别浪费车票钱了 说完千东还不忘嘲讽一句记得带半首礼物 武道气得直接想跟千东绝交 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声音叫住了千东 是武道的伙伴山岸和阿诚 你们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我们被突袭了 一伙红衣树里的家伙 奇迹了我们 当山岸话一说完 动车上突然走下来一群不良少年 一下车就问武道是不是不良 还把阿敦带来指证武道是不是东万成员 武道一见到阿敦 直接脱口而出 OK OK 你就是东万的第五个猎物了 就在这危机时刻 千东立马一个闪现 加一击飞踢 把武道跟前的不良少年踢飞 快逃 武小道 阿敦 武道立马回过神来 背起阿敦快步逃跑 可恶 什么跟什么呀 阿敦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们又是什么人呢 之奋 我 我 的